党租房东曝光 原来是大统二代 日前苹果曾报导一间位于成青湖门口的店面 开出40万高价月租下跑成租房 导致店面闲置 有读者留言提到 该店面是大统集团所有 或者实际查证该店面的藤本资料 发现所有的无姓自然人户籍地址在屏东县长治乡 而该地址正是大统畜牧的地址 也间接证实高价成青湖店面 所有人就是大统无家二代的吴天翼 讲到大统在高雄无人不知 该集团的实力雄厚 甚至有人认为 大统无家在高雄市区持有的土地 只比南河新产的成家少 但是因为大统集团形式低调 大家对于他们到底有多少土地 没人能说个准 大统集团其实还蛮神秘蛮低调的 在高雄市应该还有一些 其他的土地居产是比较少人知道的 不过至少大统集团旗下的百货 几乎都是自由土地 大统五福店 大力 大力精品全部都是 我觉得超过百亿起跳 对啊 因为其实他们还有其他的土地 是我们还没有去估算到的 另外像前镇区的加勒福光华店 还有三明区的加勒福澄清店 土地也都是属于大统集团 不仅如此 好市多也是由大统集团引进 大统也拥有近五成的股权 近几年好市多火热的程度 堪称集团的金基姆 创办人吴耀廷2012年过世后 大统集团分成三部分 分别由三个儿子经营 大房长子吴京义掌管皇王大饭店 这间位于延城区的观光饭店 曾是外籍人士来高雄的住宿首选 许多外籍顾问长期住宿于此 大房次子吴天意则接手大统畜牧 根据中国时报报道 1972年大统畜牧成立时 就拥有20万坪的养猪场 还有24万头的毛猪 二房儿子吴振华则是拥有百货业 也是大统集团的金基姆 近几年大统的百货事业虽然不理想 但全台好市多一家接着一家开 营收也有好几百亿 但到底大统吴家有多少土地资产 或是新的开发计划 该集团维持一贯低调作风不愿透露 所以也没有办法了解 就是说你们接下来想要去做些什么 其实我们目前没有接受到说 我们可以朝这方面去做讨论 或者是做一些说明的 对 以我现在手上有资料 我也没有办法分明说明这些东西